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日前舉辦了 平實力生活公益市集 活動中設計各項石器時代的體驗活動 除了讓民眾可以認識史前文化 也透過以物易物的公益市集方式 協助弱勢募集所需的物資 用盡你的力氣,踢我的口令 1、2、3 再來要停 為了要讓民眾更加認識史前文化 台東史前館特別在北南遺址公園 辦理了平實力生活公益市集 在現場規劃了各項石器時代的體驗活動 除了讓民眾可以學習史前人類 如何運用滾輪搬運石板 以及魚叉打獵之外 現場也利用石器敲打樹皮製作明信片 每個體驗項目都讓來參與的民眾感到相當有趣 感覺就是有體驗到以前生活的人 他們運用這些工具去製作一些日常生活的物資 然後這個標 就是它也覺得很特別 因為之前沒有體驗過 就是可能有釣魚過 但是是用釣竿 然後這裡是... 插魚不一樣喔? 對 然後它也是需要很多技巧 然後也是要有力氣才可以採到目標 位在台東的碑南遺址是距今約5300年前至1900年前 遺址提供了許多史前人類在東部生活的重要資訊 而主辦單位也希望透過活動讓民眾認識史前文化 同時也能結合史前人類的以物易物互惠互助的精神 協助弱勢團體募集所需要的物資 碑南文化這裡 碑南遺址出土有很多石頭的器物 它可能會做狩獵的用具 那也有做成石柱或是防止的結構 那石頭我們還可以做成一個攝影的魚叉 然後還會有割稻子的那種鐮刀 所以我們把這些置入在我們的關卡裡面 希望大小朋友能用比較輕鬆的心情 來認識碑南遺址文化 也做工藝 那今天我們也密集了將近20家的攤商 然後各自都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領好本事 這樣子一起共襄盛舉 而史前館也表示 未來將會結合周邊的部落 持續舉辦類似的活動 讓民眾有吃又有玩 並且能夠吸引更多民眾 一起來認識史前文化 記者陳吉林 台東市報導